女生有些习惯真的好像我妈 就我妈特别爱收纳什么各种用完的瓶啊 罐啊 然后我妈吃东西也特别节约 因为她老年也吃得很清淡 她如果要是自己做饭的话就很少一点 如果是我做饭就会很多 我妈也就默默地吃了 我举我妈的例子是想告诉你 可以有自己的习惯 但是不去要求别人这样 我们家是我妈特别节约 我就从来不去收纳这些东西 但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 各自在各自的阵营里 可能我妈那个房间 你会发现瓶瓶罐罐什么 袋啊什么特别多 但我那里边就简简介节 什么都没有 我们可以和睦相复 但是你现在状态 没有办法和另外一个人相爱 因为你一点都不愿意妥协 你用自己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要求别人来看待 而抱歉你的方式真的不是大多数 所以你在这段关系当中 让我看起来就没有温度 我省我的 我吃饭我规定就十块 但是我男朋友他喜欢吃什么 他自己做 他吃他的 你得有温度才能有爱情 否则不就是机器吗 我规定好了 这样这样这样那样 他也得这样 但他不是机器上的那一个螺丝啊 如果你想要拥有个爱情 拥有一个婚姻的话 那必须要考虑别人 用温度去相爱 男生也有你的问题啊 其实你自己知道 在这种规划下 你生活的还是有舒服的地方的 衣食住行 安排得妥妥当当 不用你操心 你其实也有觉得舒适的地方 但你力量不够的就在于 你没有坚持自我 所以你在跟他共同完成 他想要的规划的时候 你自己难受啊 所以说你要做的是 打破这种规则 能够跟他找到一条平衡之路 你如果做不到 这还真坚持不下去 所以想想你有没有力量 能够找到平衡之路吧 好吗 谢谢 谢谢了 人生有规划 凡事有计划 但有一个 你是真的无法规划的 就是爱 因为爱的时候 你无法运织 不爱的时候 你无法控制 所以在你的那个 人生规划字典当中 你规划了爱 你就特别不可爱 因为爱你压力会很大 因为爱你 必须按照你的人生规划字典来 有底线 有原则是好的 可是如果过度的话 就会给自己和别人的人生 带来困扰 我们通常说三观不合 三观不合 其实不在不合那两个字 而在于的是 我们三观不一致 但你偏要用你的三观 来绑架我的三观 所以你会让人觉得 你没有情调 不够浪漫 不懂生活 没有情绪 所以我觉得 你规划你的人生 没有问题 但是 如果碰到了爱情 这个东西千万不要放在 你的规划里面 我大概能够猜得到 你的成长轨迹 和你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人 因为你跟着祖父母长大 他们的生活习惯 也把你带入到其中 你成为一个节俭的人 捡回来一个瓶子 奶奶爷爷会说真棒 懂节约好孩子 你随手关了店 关了水 他们会说真棒 顾家好孩子 他们挂的嘴边的话是 懂得勤俭持家 凡事有计划 这样的你将来 才会过上好人生 在学校里头 你也应该是一个听话的 有计划的 这样的一个孩子 老师也会因此赞许你 因为你不出格 从来不反叛 从来不给大家制造意外 也因此你的人生 没有什么惊喜 至今为止 你的生活 你觉得一切尽在掌握 但平淡无奇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 觉得开心一点 只好继续地 把计划执行下去 你靠自己 完美地执行了一次计划 来体会一次 内心的成就感 因为生活实在 太无聊 太无趣了 小姑娘 我不认为 把计划放得那么久 是一件好事 相反 它会给我们增加焦虑 因为只要有一天 有一个计划 它没有严密合缝地 跟我们的预期抹上 我们的内心就会惶恐 不安 觉得这一天简直糟糕透了 你失去了对自己人生的控制 仿佛完全脱轨 对吗 这样的时候 你内心被打击的次数会更多 你会发现 你连体会快乐的滋味都没有了 所以你如果是想让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好 不是说你把计划定得多详尽 而是自己能够在生活发生各种问题的情况下 可以解决它 这样你才不会害怕变化 你想让他成为配合你步调 一起省钱买房子的那个人 他苦啊 二十多年来 他吃肉快乐 踢球快乐 穿新衣服快乐 然后认识你之后 这一切的快乐都得剥夺 反而要变成了 陪女朋友省钱快乐 捡瓶子快乐 你说这对他是不是太残酷了一点 在这个时候 你要做的不再是计划计划 和要求他来配合你计划 而是修炼自己变得强大 甚至就是大大胆胆地去尝试一次 不做计划的日子 看看你有没有办法 在计划全乱的情况下 完美地度过这一天 我觉得你们两个问题 现在真的还不算是什么情感问题了 现在是你自己 会把自己变成 赵川老师所讲的 装在套子里的人 我不是评价你这样不好 而是 未来变化太多了 我不想让他把一个 二十多岁的女孩子 弄得每天愁眉不展 每天因为计划 没有跟上变化 让自己无所适从 想让你快乐一点 你快乐了 才能够让你们的恋爱快乐 你自己的人生自由了 你们的恋爱婚姻 也才能够往更加幸福美满的方向走